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因血栓而引发的疾病逐渐增多 预防血栓也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了 今天老安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方 帮您降血脂清血管 食材如下 黑木耳、大蒜、酱油、蚝油、花椒油 做法将黑木耳用凉水浸泡两个小时以后煮熟 和几瓣大蒜一起放入料理机中打成糊 然后加入酱油、蚝油、还有花椒油调味即可 在这里老安提醒大家 黑木耳不能长时间的浸泡 这样容易产生生物毒素 滋生细菌、针菌等等这些致病的微生物 这个食疗方的功效如下 黑木耳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通为补 也被称作血管清道夫 它含有的木耳多糖 可以降血脂、抗血栓 同时大蒜还有降脂、降压 以及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两者搭配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软化血管 预防新血管疾病的发生 如果您经常感到胸闷、胸痛、头晕 还有呼吸不畅 就可以试试这道木耳大蒜酱 日常用来拌饭不仅美味 还有显著的降血脂、清血管的作用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